老師進到簡報61頁之後 我們來看看這個LE點矩陣 那LE點矩陣的話 應該算是我們這整個裡面用到的腳位最多的 它總共5分 那它上面的燈數啊 是64顆 每桌 就是水平跟槌子都8顆 64顆 所以呢 看一下它的腳位上 一個VCC 這個就要接比較大的電流 5伏特才行 啊當然GND也會有一個 所以它還有另外三條的訊號線 好三條訊號線 那麼老師你拿到之後 首先您先看一下 在這裡 我們家的有沒有比較可愛一點 跟你們家的不一樣 我有哈姆太郎的 我有Halong Kitty的 我有Pikachu的 但是我沒有印那麼多 所以 我只有幾個而已 如果老師帶我飲料的自家來拿 這樣會造成 不公平嗎 沒有關係 模型我都放在網路上 自己回家印好 因為我這次已經 從我們中心接一台回家印了 因為我那一台上次印到壞掉了 送修期間不放編印 所以我就借你來回家 喔喔喔 這個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對對對 您可以進到我的部落格上 好 那我們再回歸到正題 老師您看到的這個呢 這個 它有兩邊喔 它有兩邊 一邊是有這個 有沒有 有這個黑色晶片的 一邊是尖尖的 所以我們要接的是 接在黑色晶片這一邊 因為 其實我們一般外面的電子看板 其實也是長這樣 就是 就是模組化的 就一塊一塊的 讓它可以串接 只是WebDeno 不支援串接 好它就是一顆 那上面這邊其實可以再接出去 那我們把它拿近一點 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寫角位 有沒有看到 VCC GND 有沒有 這裡 它會有寫它的那個 角位的名稱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裡看到 好 只是 大家用的時候記得 待會我是接在這一邊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斷電之後 你要把它放上去 你可以這樣子 放進來 對不對 我就直接插在上面就好 就像這樣 你找一個位置 你覺得比較容易 放得進去的 你就把它插進去 那如果呢 你不小心有拿到這種版本 這個可能你留的空間 就要比較大一點 就是那個後面 後面的空間要稍微留大一點 這樣 比如說我現在這樣放進來 有沒有 我這樣插進去了 所以我的後面這裡 我就待會再來接五根 公公的杜邦線 但是呢 老實說 你如果先把這個放進來 你要插線 手是不是有點不太夠用 對不對 所以我通常會建議老師 這個先不要插 你先把五根公公的杜邦線 先插進去 先把五根公公杜邦線把它插好 這樣我們待會再把LED點舉症 補上去就好 好 我這邊就是像這樣 先把五根線 因為你這樣空空的 你比較方便用 你比較方便用 二 三 好 你看我這樣五根接好了 這個時候你再把它放上去 有沒有感覺這樣比較輕鬆一點 對不對齁 不然你手在那邊卡在那裡 我們已經不是小朋友了 你的手長大了 呵呵 所以這個 這樣會比較容易放上去 那 現在呢 我們就準備來接看看喔 所以您現在呢 我們第一根 這個 是VCC 對不對 這是 電源 所以你找看看你的顏色是什麼 以我的來講 是綠色這一條 好 綠色這一條 我就接到開發板上的VCC 我把它轉過來在這邊 有沒有 在開發板的右手邊 好 開發板右手邊有個VCC 好 把它接上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條 第二條 其實你也可以拿下來 好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是卡卡的 沒關係 我就把它拿下來 反正你知道就好了 好 第二條我的是白色的 白色是GND 可是GND 不是被 已經被LED燈用走了嗎 所以我們剛剛 風明器一樣 把白色這一條 拿到什麼 LED點舉證的 這邊 GND 有沒有 我的是靠左邊的 所以就把左邊這個把它接上去 左邊這個把它接上去 這邊還有空間嗎 好 就可以這邊還接一個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那第三條 我們看一下 第三條A就是什麼DIN CS CLK 好 所以呢我們就照 我們簡報上面的這裡 14 12 13 有沒有 14 12 13 他們也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的第三條 我的是黑色的 我就找到 一樣在開發板的右手邊 開發板右手邊這裡 14 14 我的 第四條 是灰色的 12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 我不是唸 14 13 12 因為它腳位上真的是 14 12 13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就照這個順序 你看 14 12 13 所以我的最後一條 就是這邊的第五條 我的是紫色的 找到之後 再拿過來 放到這個 13 這樣 就完成了 所以 你來檢查看看 看看這樣 OK 如果老師都接好了 你可以把電源插上去 正常來講的話 我們這樣接應該會怎麼樣 應該 64顆都會亮 但是呢 也有可能都不亮的 所以不要難過 你看我的都亮起來 對不對 因為我用到的 12 13 那個是3 那個是3 這也有離更的 所以呢 它一開始就會通電 呵呵呵 如果我用的沒有 就是有毛毛蟲那幾個 它就會全部都是按的 比如說16 14 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這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那幾個腳位都可以用 有沒有老師 亮不起來 只是那幾個腳位上應該就是暗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大部分都會像我這樣 就是全部都亮 有一種情形啊 就是你的那個 就是筆電的電壓 有沒有 比較不足的 我意思是 有毛毛蟲的插下去 它就會是亮 然後沒有毛毛蟲 應該是說 那個三色有一個燈 它預設 好像那個腳位都是有通電的 對對對 沒有毛毛蟲的插下去 它會顯暗 對 一般大部分是這樣 對 好 所以這個你可以留意一下 反正 有亮沒亮在這邊都還好啊 待會我們重點是要測試那個 能不能顯示出圖案啊 我們先來看看 到底你的 LE點矩症 能不能 控制 來請到這邊來 現在我們腳位接好了 對不對 簡報 62頁 63頁 你要讓它會微笑才行喔 63頁 我們先找找看 我們到我們積木這邊來 第一件質詢 還是怎麼樣 先找腳位 好所以你找左手邊發光的裡面 有沒有 LED點矩症 發光裡面的LED點矩症 第一個 紫色的先拿出來 紫色先拿出來 好我們一樣丟在最上面 那我們的腳位 是不是只有 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三 好 先確認好 腳位設定好了 再來 讓它笑 就是第二顆 就是第二顆 第二顆 你把它丟出來 我一樣就是直行的 就讓它笑 有沒有 第二個 丟出來 現在我們就可以來執行看看喔 看看你們家的 按下去之後 會不會變微笑 有沒有變笑 恭喜你 這樣你可以控制成功 好 好 好